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发现科学专题 带您看看嗅觉对人体的影响 台大森林环姿系渝嘉宾教授 和国际跨领域团队合作研究 提出像是森林腿头大自然的芬多精 还有花香等气味 透过嗅觉系统进到身体之后 会集合感受和记忆 除了能够让气势放松 对生理功能也有正向帮助 沉浸在被绿蔭包围的森林里 不止视觉放松 耳边传来崇鸣鸟叫 深呼吸一口空气中的芬多精 更是让人不自觉放松身心 神清气爽 我们都知道自然体验 对于健康有帮助 然后那自然体验 透过人的五感 视觉 嗅觉 听觉 味觉 触觉 来刺激人 然后带来一些健康的效果 台大森林环姿系渝嘉宾教授 跟国际跨领域团队合作研究 提出大自然中的际味 可以透过人类的嗅觉系统 影响人类健康 这个嗅觉的分子 进到我们的人体里面之后 它会受到我们过去的知识 跟经验的影响 然后接着再影响到人的 比如说专注力 情绪 然后生理的一些免疫的功能等等 嗅觉神经它接受到一个味道之后 一个所谓的是我们讲 嗅觉的这种感知之后 它是会传送到嗅球 这个嗅球就会 我们就会把它的信息 就输入到我们所谓的是一个 我们叫做那个 Olympic System 就所谓的是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就包含了海马 海马回 我们里面的所谓的性人体 而海马回性人体构造 正好就是脑中影响人类情绪 感知和记忆的重要部分 因此当我们闻到不同的气味后 就会结合不同记忆 认知或经验 呈现出不一样的反应和感受 像是这个薰衣草 薰衣草可能就会疏压 然后助眠 然后它有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像这个方向疗法 它其实是一个 广为人知 也广为人接受的一个工具 然后那比如说 块木的味道 那这大家闻了以后 其实会振奋精神 所以不同的这个气味 会带来一些 不同的健康的影响 不过除了这些 心理精神面的影响 医师则曾经 以森林医学的角度 实验让受试者们 上山采香水百合之后 分析临床上的数据变化 采完之后每一个人的心跳 都可以下降大概五下左右 然后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心脏的输出量 可以减少500cc 每一分钟可以减少500cc 所以让我就感受到说 你闻到一个 你喜欢的香味的时候 还是说它有放松你血管的 这种分多精的时候 我们人的感觉是 就是心脏会放松的 他们发现让五感沐浴 在森林环境当中 再加上花的香气 能让交感神经得到放松 并舒缓心脏 但反之如果是空气污染等 不好的气味物质 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像我们闻到汽车的排烟味 那除了实体上 那个对我们身体不好之外 那这样子的气味 其实连带会影响到 我们负面的经验 所以造成我们情绪不愉快 然后生理功能变得比较不好 生活中这些不管是自然的 或人工的有机化合物 产生的嗅觉讯息 都能透过传送到神经系统脑部 带来对我们健康福祉 不同的影响 未来更可能成为森林医学的 新处方疗法 你现在血压有点高 比如说你140 150 那觉得压力好大 你觉得全身不舒服 那好 我给你的处方就是 一个礼拜去森林医一次两次 你到附近的好的公园去走一走 然后我们在树下 好好的去所谓的是享受 这个树下的这种分多精 给你的帮忙 不一定要真的走进森林 就算只是在住家附近的公园走走 甚至在居家空间 打造出木植环境或小花园 这些天然的分多精 都能替高压社会下的我们 带来舒缓和注意